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加分個人意見 與本頻道立場無關 歡迎大家來到今集知足前之馬 今天繼續有弟弟Garry 亦有拍檔Joe 大家好 Joe 經過剛剛國際賽期之後 終於回到主流聯賽又開始戰火重現 不論聯賽也好 歐聯也好 未來這幾星期都會開始上演 沒錯 所以我們錄音之時是9月7日 星期四晚上 對阿彪 對,對阿彪 對,馬上9月7日 對的 接下來我們講講未來的聯賽 首先我們先回到英格蘭的聯賽 Joe 英超的賽事 未來這場是史督城 星期日晚會對主場對著晚聯 雖然時間是星期日晚 其實是星期六晚的尾場 星期日凌晨12時半 謝謝你跟證 這場是史督城主場對著晚聯 兩隊近況如何呢 還有史督城 史督城最近三場聯賽 踢踢三場很平均 勝一和一負 比數都很接近 1比0,0比1比1比1 分別是第一場輸給愛華頓 輸1比0 接著是威威 主場贏了阿仙奴1比0 對上一場對西布朗 都不過不失 和了1比1 是的 大家聽到史督城這隊球 在英超來講 由2008年升上來之後 就有一隊櫻冠踢法的球隊 手榴彈界外球 很直接的球隊 變成一隊 在轉型中 其實算是轉型成功 變成一隊地球差 擺個補合中路進攻 前面靠技術型的球員 去做突破組織的球隊 越來越勾綠式的踢法 因為陣中有頗多技術圖的球員 之前轉了會有阿拉杜域 現在還有沙傑利 其實要回歸到歐洲大陸的踢法 所以他就買回那麼多適合打地球的球員 剛才你說的阿拉杜域現在轉了會 現在陣中沙傑利 還有借走了的保贊卻機制 其實還有艾費利 也是一些地球的球員 但其實我覺得他們也有個通病 通病就是他們雖然很有技術 但他們的表現真的挺飄忽 也是 這也是 市督城陣中的一些技術性球員 通常會犯的問題 好不幸運 今季也繼續有這樣的問題 沒錯 新球員就是誰 謝斯 謝斯洛迪股斯 巴黎聖日門借回來 其實這個球員剛剛來到第一場的時候 對著愛華頓的時候 還未上陣 之後 對阿仙奴 對阿仙奴 對阿仙奴的時候 一個叫做橫空出世的巨星 突然之間中路入攝 左腳按遠處 這麼帥 就是覺得 哇 市督城又找對人 為何敢都借回來 之前看黃馬 竟然來看市督城 大家都覺得 哇 都覺得 真是市督城撿到 是不是 誰知道 有些原因 有些原因 就是他的狀態問題 對阿 以及巴黎也很大競爭 但是在之後一場對著西布朗的聯賽 其實謝斯就變成一個比較普通 比較平庸的球員 因為那場球其實是沒有中鋒的 市督城 變成三個 他 沙傑里 在前面 沒有中鋒 對手 即他沒有目標去比球的時候 就變成 他們那個 加上蔡寶武亭 三個都是類似的技術型球員 就變成 謝斯就好像沒有人去掩護之下 就難些發揮 通常你技術型球員三個都好像 踢到巴塞 用法比加斯去踢前鋒 首先前提就是你的中場 你的控球能力要夠 走位要很多 如果你在現在的市督城來說 我想要踢這個陣式就差一點 結果在這場對著西布朗的比賽 落後一球的時候 大概下半場中段的時候 馬克曉士真的要讚他 英記一攻 他果斷換走了謝斯諾迪股斯 然後換入了高樂子 以公式來的 一定是 場場都是這樣 贏中球 尤其是勝一球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就是釣高球進去 這場就靠高樂子 追回成1比1的平手 因為西布朗其實 上季到今季 仍然延續到那個氣勢 但是呢 今次市督城 就靠奇招搶回一分 其實 這個高樂子 證明到他的球隊有作用 亦都證明了 其實如果有太大量的技術型 或者是一些可以變魔術的球員在前面 其實你是很難依賴的 是啊 因為比波術的一時 是啊 你說其實 譬如沙傑你這樣 我們都知道他很球 但是為什麼他說 拜仁那裡好像拿不到一個很穩陣的位置 巴塞 國米 國米 又不行 為什麼這樣呢 其實他經常會有一些乾坤一轉的射門 或者攻擊 但是隱形的時間都相當之多 狼射啦 飛機啦 飛機柱 沒錯 在帽子裏變成一隻白套出來 有時候不行 不是下下不行 就是變魔術的球員 所以很難依賴 但是呢 市督城前面原來有這麼多變化 我也有少少出奇 這個市督城前面 高樂智其實35歲 大家都覺得很難 36歲 其實都很難 位而重任 但原來做一個後備殺手 仍有英超有他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 除了高樂智之外 其實他本身隊裏面 都有其他一些比較速度高可以變的球員 例如迪奧夫 也都或者是 還有貝謙奴啦 貝謙奴 你竟然拿這些球員出來說 聽眾 你知不知道貝謙奴最近什麼環境 什麼環境 1800多分鐘未入球 是幾個長球 除了30個小時 一場球90分鐘 然後有時候後備入體 有時候正選出場 你計一計 1800多分鐘 都不可以30多場 30多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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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場 大哥 不是長陽正選 打了90分鐘 一季聯賽 只有30多場 好了 十多場 可以爭取 總之很久 跨季 其實貝謙奴 可以說有他作用突破的能力 其實剛才提到的技術型球員 貝謙奴勒勉強算是英格蘭籍的比較有技術球員 但是 士督成 我相信他都很難位移重任 在今季的英超聯賽 這樣說 士督成現在還是季初階段 暫時有兩場都踢得無風陣 第一場 我記得武器賽出貝謙奴勒 就是 沒錯 可能還在試鏡陣的階段 相信還會有變化 會不會在這場上變化呢 適目以待 都說中場方面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技術型球員 另外還有一些 好誓而不懷 中場密密加盟的球員 是 是 誰呢 我正在等你 左阿倫 左阿倫當然 還有就是徽查 對 徽查當然是holding midfield 就是鬥著中場 但是 左阿倫 簡直就是上季來到士督城之後 令大家眼前一亮 今季都還可以保持到 是中間一個串連 這個攻守的一個鎖匙人 其實是 是很重要的 我都覺得 有了他兩個之後 甚至今季年本身的隊長韋倫 也都已經是沒有了 沒有得踢的了 是的 當然 你說祖阿倫那個 能力的無置疑 因為其實防守也見到他 攻到前面也見到他 整個跑到沒了 是的 另外後防方面 今季也有一個很重要的補強 後防方面 市督城的後防 真的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可以稱得出來 是的 很重要的補強 當然就是 你想說奇雲運馬 沒錯 那就熱次收購過來 其實最主要的市督城 因為他有少少像阿仙奴 就是現在輕3-4-3的陣式 他現在就轉3-4-3的陣式 他就要找多些中堅回來 他就找了奇雲運馬回來 另外也借了蘇馬回來 是的 其實阿祖你覺得 現在這個中堅陣容 再加上原本的隊長 蘇高斯 其實如果排一個三中堅的陣式 其實防守力夠不夠呢 其實我覺得 也不要說夠不夠 甚至乎如果只看排面來講 防守力 這三位中堅絕對 英超裡面屬於中上游 甚至乎還有馬田斯欣迪 是的 馬田斯欣迪 沒錯 所以我覺得防守力加上龍門 不蘭特 絕對沒有問題 不蘭特上季大部份時間都是養傷 這樣會出得回 沒錯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上一季用李爾格蘭 當然質素就差一點 所以史督城講了很久 接下來就看到他 剛剛說史督城的狀態和陣容都不錯 他的對手曼聯 他的對手曼聯更加厲害 這頭三場聯賽 不敗之地 首先第一場 就贏了韋斯涵4-0 然後也都用同樣的比數 作客贏了史維斯4-0 對上一場 史督城就說 有人貼中了 就贏了2-0 貼中了 只是主客禍而已 我們這些很低調的 下次貼中球膽才大肆慶祝 OK 晚聯三戰全勝 狀態當然好 士氣當然好 但是中間就整個國際賽期 就隔一隔 搞得道氣好像疾了一疾 回來聯賽 作客對著史督城 史督城不是很強的強隊 再加上之前 其實對著韋斯涵 和李斯特城 都不是真正的強隊 都不需要一個很大的考驗 三場全勝 其實是否可以做一個參考呢 我覺得 或者你這樣看 其實呢 今季的晚聯頭三場比賽 這個贏的比數來說 你很難想像是去年那對曼聯 其實我們早兩集都有說過 今年來了馬迪之後 對曼聯的攻守端 都非常之有幫助 當然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Garry之前所說 解放了阿寶巴 令他更加放心上年進攻 另一方面防守深度也好 不需要再找人強行串宴防中 應該是馬迪專心做防中的工作 是的 譬如在後防方面 其實都可以講一下 因為接下來的歐聯賽事 就拜尼和宗斯將會停賽 是的 是曼聯現在正在用正選兩個組合 這場聯賽對著史督城 相信這兩個中堅都會正選上陣 更加無效果之憂 還有摩聯奴本身對防守閃息是相當高要求的 高要求到他們是不轉的 是的 你的意思是假設如果他們兩個沒有停賽 歐聯也可能會出他們兩個 是的 應該會用到貴味 是的 那就慘了 那些史摩寧那些 聯達洛夫那些不知道買回來做什麼 聯達洛夫 現在摩聯奴都不是很敢用 是的 始終不是很暈 貴初給人的信心不夠 雖然我本人覺得其實他有零方一閃 但狀態還是未夠 後方方面都算是完整 因為接下來歐聯才停賽 這場聯賽對著史督城OK的 去到中場方面 中場其實有個球員 今季就榮升了副隊長 但是到現在都好像不太覺他出場 那個球員叫区里拉 必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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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來將會歐聯要對著 即將會有歐聯 周中有歐聯的賽事 要對著巴蘇里的情況之下 這一場會不會有機會再出一些輪換 可能区里拉 其實到周中 即是西督城這場比賽 我反而覺得他會用比較主力的陣式 去拿回三分 因為相對來說 下一場對巴蘇里 壓力其實都不是想像中那麼大 主場出擊 對 主場出擊 更加可以輕鬆一點 因為其實你現在看到他的進攻陣很穩定 他出了兩場都很接近 米伊達人是踢中間 米伊達人好像很威風 是啊 上次就說他兩場已經有四個助攻 今次剛剛對上一場對著里斯特城的時候 就加多一個 三場有五個 記錄持續刷身中 沒錯 因為上一季他只有一個 另一方面 右邊馬達 我們由上位都開始說 即是讚氣球 即是被摩尼奴棄用 到現在摩尼奴來了曼林之後 變成重用 即是麥可缺少的一個球員 另一方面就是左邊 左邊其實對於現在摩尼奴 我起初以為他不會再給馬素爾 新生亨利 他只有一個新的 新亨利 新生是麥巴比 不好意思 減了新的 新亨利 起初以為他沒有機會 原來上場 原來不是 比阿拉舒福特 冷靜地下出 他都可以 一定可以 因為他其實 頭兩場好像都打起了一個信心 雖然後備入體頭兩場 但他都有球 是的 表現也有 另一方面 不得不提 就是貴仓我 就看死他 誰知道原來看得很好的努卡古 是的 大家本身都有很多猶疑 對著這個球員 但現在他用表現和入球 證明了其實他是適合曼聯 是的 不論在曼聯也好 或者在比利時的國家隊 都剛剛那場 也適應救假 是的 也是靠他 沒錯 講完兩邊的陣容 其實史督城對曼聯的對碰 都有些挺有趣的 曼聯之前在費格順年代的時候 史督城對著他 就踢十場 就輸九場 沒錯 應該曼聯踢十場 贏九場 勝率九成 但是去了摩連 由這個 後費格順年代 是的 莫耶斯加雲高爾加摩連奴 就變成 只得踢八場贏三場 勝率只有37.5% 即是變成了其實之前 費格順年代之後的曼聯 曾經有很多場合 就是三十年未贏過曼聯 這隊就贏了曼聯 對上一次 一九五幾年贏 今次又贏 沒錯 那時候最流行的就是 紀錄曼聯破 其實史督城 就完完全全是那個受惠者 受惠者中的表表者 就是 費格順年代的時候的曼聯 個個都歉了他 後費格順年代的曼聯 原來沒有華老虎 大家都可以打 但是 這個數據反映出 其實史督城是那個受惠者 但是好了 現在輪到摩連奴 帶著一對這麼強勢的曼聯 這個數據 其實還有沒有參考價值呢 或者這麼說 其實費格順年代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對史督城的成績這麼好呢 首先 那時候的史督城 聽說他還未上 尚未成型 那時候還是一對高Q大棍的球 其實某程度上 對 退到後費 很隨便 差不多退休的時候 才好像引入一些技術性的球 是的 那個年代 和費Sir 其實你都叫他費Sir 不得不稱讚他 他對著一些應得分的球隊 是拿足分的 一些針對性虐隊的部署 例如打死那個位 明知你那個位 是要按住你那個位來猜 很強項 亦都不會手軟 所以這也是費Sir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這是另一件後話 另一件事 其實現在我們一直都說 英超的實力平均了很多 一定是 是的 剛才我們數後防的時候 都說史督城 其實一點都不頑 一點都不頑 多人多到 連他本身的和爾沙特都放走了 那些都不失禮 所以你說 現在還可以看數據 有參考 看一看的意義 但實際上 我們看幾場比賽 是否這麼大距離 一點都不是 是的 另外一件事 都可以討論一下 剛才我們也有提過 史督城有個變陣的本池 是的 曉舌都有變陣的能力 但是萬聯的摩連奴 一改過往的作風 本來打死那十一個人 就那十一個人 今季的萬聯 後備入體的球員 現在有三場聯賽 入了四球球 上一季的萬聯 整季三十八場 後備入體的球員 只是入了六球 今次三場已經入了四球 竟然令到人 我覺得很驚訝 就是摩連奴的變陣的能力 折高竟然是去到這樣的地步 我覺得這一場 其實都是兩個領隊 一個臨場調動的一個較勁 如果場面未必是 好像兩位領隊所預期的話 我覺得其實那個臨場的調動 其實都可以對碰 其實摩連奴都令人很意外 就是他都不再執著於去防守 你見他在比賽中 如果他發覺有些贏的那些球 他都會去得很準 他都會按住他 其實改了他以往的作風 入一球兩球收醜 開始慢慢猜你 可能因為這對球本身強勢 另一方面就是 都可能給大家一個感覺 其實我會變的 我不是就是大家大巴在前面 是啊 而且我覺得他現在比球員的自由度高了 就是拉斯利福特和馬斯亞 在球場的走動範圍 走動範圍大了 馬達的範圍 活躍範圍都廣闊了很多 馬達表面上有一個 所謂右翼位的姿態 右翼的姿態出現 其實他基本上 整個前中場面都見到他 是啊 好 史督城這場球主場 對著萬聯 不利瘋尼亞 球場將會有一場大戰 周圍預測會是怎樣 雖然史督城今年的後防實力 有所提升 亦都不錯 但問題就是 我感覺到史督城 仍在摸索的階段 雖然贏了阿仕奴 但真的不能以此為盡 萬聯方面 雖然隔了國際賽棋 但其實球員狀態非常好 尤其是前鋒的盧卡古 萬聯又看得好 比利時又看得好 相信難途一劫 這次史督城 我相信作客就輸2比 主場萬聯會 作客萬聯會贏到史督城 主場2比0 主場的史督城輸給作客的萬聯0比2 OK 我們第一節先講到這麼多 待會回來第二節繼續談